我先教大家如何處理蜆 我們今天是買花甲的 是滑很多的 蜆的殼多數是有很多坑紋的 首先你可以放一些水 放少許鹽 放進冰箱 一會兒就會吐沙 我們開了爐 倒閃 煮滾了 我們開始放花甲 當你戳到差不多七成熟 開了口 過冰水 過冰水的時候 輕輕用手指 揉一揉入面 沙就沒有了 這些開殼 我們逐個逐個來拿起 開了殼就可以了 OK 到這盒食物了 那怎樣處理呢 清酒 我們可以放 蔥白 今天的主角 牛油 牛油是非常適合清酒煮蜆的 不要下肥 整個放進去 煮熟 好了 煮到牛油已經融化了 就可以試味了 這些蔥 平時用京蔥也是這樣 放在底下 或者花甲放上去 放在底下 然後就加我們這個 清酒汁 然後就加我們這個 好 好 先第一碟 送給大家的 日式 清酒煮蜆 OK